新西兰出租房相关的收入政策细节终于官宣了 自从三年前 这个利息不能抵扣政策出代之后 就让很多用出租房的朋友们感到头疼 在如今利息高涨的时代 出租房明明亏钱还要交税 压力大的让很多朋友们都动了卖房的念头 就在几天前 新西兰联合政府宣布了两大收入政策变化的细节 这些变化将直接影响广大拥有出租房朋友们的投资决策 甚至收获质量 今天我们就将深入解析这些政策的内容 并在视频最后还有一个福利消息送给您 一定要看到最后不要错过最佳机会 你好我是新西兰小宇新兰的小宇 最近因为不幸中招 这嗓子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还是希望在第一时间 跟你一起来接触这些政策 好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这个明显法则 这个法则是用来判断 当您出售您的出租房的时候 利润部分是否要交税 那么之前的规定是 如果您的出租房是够于2018年4月29号之后 那么在持有5年或者10年期间 如果卖掉该房产增值的部分可能需要交税了 但是这个新政这个明显是从今年7月1号开始 它就缩短了两年 也就是说如果您购买的出租房持有2年以上 再出售的时候呢增值部分就是不需要交税了 那么我们在明确了这个明显法则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大家都更加关心的一个政策 那就是利息抵税政策的这个细节 那么在新规定下从今年4月1号起 无论您的出租房是够于什么时间 是否是新建房还是二层房 它的这个出租房 这个房贷利息的80% 都可以用来抵扣出租房租金收入 进而呢来减少纳税 那么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及时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利息还高居不下情况下 真是个及时雨 尤其是对于在2021年3月27号之后购入房产的朋友们 本来在这个即将结束的财政年龄 一分贷款利息都不能低 但是呢从下个月起就可以把利息的80% 作为出租房的开销来抵税 这就意味着您的出租房负担将大大的减轻 大概减轻多少呢 我们先来用一个简单的案例计算一下 比如说呢您持有一个在2022年3月份买的一个出租房 贷款呢是100万 只还息利息是6.5% 那么年息啊就是6万5 按照纠正的测 您在2024年3月31号这个财政年 一分利息都不能低扣 如果您的经租金比如说3万一年 个人所的税呢是30% 那么您就要交9000刀的税 但是从下个月起啊 您支付的利息80% 也就是说52000的利息成分 完全可以和3万多的租金收入这个抵消 从税务的角度来讲 甚至还亏了2万多 因此呢不用纳税 这样呢和之前比较 每年呢都能守9000多刀的税务 您对这些政策有什么看法 欢迎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 或者您的故事 另外呢为了帮助您啊 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些政策 以及呢带来的机遇 我们将在4月初呢 要求税务专家为您更加详细的解读 所以请您关注我们的频道 不要错过这些精彩节目 谢谢您的关注 期待下次再见啦 拜拜